过气,政客为,港独撑腰打气 末代总督彭定康离间香港与中央关系 民主英雄,再撩,政治游泳 下秋之交的香港 天气未有什么变化 政坛歪风邪风黑风却频频吹来 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过气,政客已经,过气,的事实 改变不了,港独绝无出路的事实 改变不了,一国两制,已深入香港民心的事实 港英时代的违老违笑,门 千万不要高股昔日主子的能量 商学三丑,锅锅入肉 占中,发起人接受庭审 港独标语出现在多间大学 香港各界群情激奋批,港独 在这个敏感时期 末代港督彭定康为,推广新书,来到香港 出席多场活动 就香港问题指手画脚 彭定康先示表示,港独并不可行 继而话风一转 抛出一连串高论,港独并不可行 但并不等于要禁止讨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应向中央表明 争取民主不是颠覆政权 希望黄之锋等人继续坚持信念 那么 末代港督此次香港之行 究竟有何企图,再不者看来 其三个目的非常明确 彭定康日前在金钟出席 香港民促会午餐会讲座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明和前主席刘慧卿 香港2020召集人陈芳安生吹之若慕 香港众志,周庭和林纯轻 港大学生会前会长冯敬恩亦有到场 彭定康会前多番询问,商学三囚,在欲中情况 彭定康称,香港及中国大陆的未来会由下一代去决定 又大赞因犯法而被判囚的黄之锋等人 是他遇过,最坚持原则的年轻人 代表着,一些可以令世界变得更好的价值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坚持信念 他还清 港独在香港,当然可以讨论 基本法下安乐死及同性婚姻也不合法 但继续讨论并无不可 彭定康,胡怒女卖的什么药,虽然他先抛出了 港独并不可行,的观点作掩护 还是暴露出了他为,港独撑腰打气的真实目的 彭定康赞赏,商学三囚 意味着支持违法行为 众所周知 黄之锋等人在非法占中,期间 鼓吹,公民抗争 违法达意 并煽动学生冲击症种 制造暴力事件 法庭判决其违法事实成立并已收监 彭定康却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希望他们坚持,信念 请问,这,信念 就是违达目的公然违法的,信念,吗? 彭定康把,港独与,安乐死及同性婚姻,相提并论 纯属混淆视听 安乐死,同性戀,虽然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 但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 而,香港独立百分之百的违反宪法和基本法 违反,一国两制,原则 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也违反国际社会的共识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会允许公民公开讨论分裂自己国家的行为 这是常识 彭定康作为一个精明的政客 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有意,喘着明白装糊涂 就是要混淆视听 便相在关键的时刻支持,港独 为,港独公开站台 为,港独摇旗纳喊 末代港督在香港的影响历日渐色味 现时大多数在校大学生甚至搞不清末代港督性耍明耍 但彭定康并不论息如热 也不放弃离离香港和中央关系的任何机会 还要终于不断在香港政坛拆起,存在感 他称,林郑月娥应向北京表达 谈论及争取民主不是要颠覆政权 不要将港人事作,易见人事,处理 又说,中联办不要再干预香港事务 彭定康此言再现期,是非正,的本色 请问,港独不是颠覆政权是什么 请问,中联办何曾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非法占中,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情况下草草收场之后 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院,最先发表,香港独立 香港建国,城邦自治,前途自决的港独言论 这些言论明显违宪违法 当时反对派还以,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为其辩护 但随后不久,学院,甚至公开探讨,武装独立的可行性 鼓吹,勇武抗争,港独由言论变成了具体行动 旺角暴乱,梁游宣誓事件都是,港独从言论走向行动的证明 以,香港独立为目标的行动 就是要推翻基本法,推翻,一国两制,原则 推翻香港现行的政治架构 推翻特区政府 最终让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不是颠覆政权是什么 在香港 中联办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履行职责 回归以来 中联办并未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商学三囚,是香港法院判决的 占中三囚,是香港法院庭审的 梁游等丧失议员资格 也是香港法院的裁决 中联办何曾插手,当然 再涉及到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 中联办必须代表中央政府表明原则立场 特别是面对,港独,势力的犯起 中联办理所当然要讲道理 释法理,或底线,痛回击 因为,港独违宪违法 危及国家安全 缺非,香港内部事务 不能混淆了,香港内部事务 和,国家事务,的界线 作为末代总督 总是心有不甘 总想把水搅云 以显示自己的英明 这是彭定康的心结 也是大多数殖民者的通病 思出,离间计,也就不足为奇了 彭定康自许为,民主英雄 因为他担任香港总督期间 把紧有咨询职能的立法局作改动 立法局议员实行直选 并扩充了立法局的职能 他还为,争取香港人权 做了许多事情 在他的,粉丝,看来 彭定康是,对推动香港民主 进程有贡献的人 无论,民主英雄,的光环如何有人 但回避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作为,老牌民主国家,的英国 为什么在管治香港 长达150年的过程中 不推行民主制度 却突然在最后十多年 旅翻言醒悟 良心发现,原因很简单 因为香港要回归中国了 主权在中国 民主是对英国延续影响力 大有益处的选项 时势做英雄 末代总督彭定康也就 顺势把自己数做成了 民主英雄 卸任之后的二十年里 彭定康从来没有停止过 宣扬自己在香港的民主实践 在英国政坛上 这可以为其加分 彭定康也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香港事务指手或脚的机会 香港每逢大事都有 肥彭 他已先后八次来港 交流 此番来港名为 推广新书 实惠 指点江山 撩取 政治游水 当彭定康以 民主英雄 的形象出现在香港 宣称 港独在香港大学 当然可以讨论 是 不妨问一下 英国是否允许大学 讨论废除女皇 允许让北爱尔兰独立 美国政府是否允许在校园内宣扬种族歧视 德国政府是否允许在校园内赞扬美化纳税 香港的事情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前殖民统治者指指点点 过气 政客还是承认自己 过气 的事实吧 不要枉废心机 港英时代的遗佬遗消 也面对 港独绝无出路 的事实吧 千万不要高股昔日主子的能量 回归祖国20年了 香港民众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信心不断增强 同内地同胞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专严和荣耀 一代港督就在香港推出